其實他就是很標準的文書最章會考的題目 然後他行為很多 但是他其實最主要就是沒什麼爭議 然後大部分就在考文書的整點跟進合的部分 然後首先第一個應該要看就是他們 他做兩個行為嘛 1月6號去了中華電信 然後1月10號去了遠傳 然後所以這兩個應該是兩個行為 但他們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就只要全部都論一樣的 然後或是你就1月10號那邊就寫同上 如上手術就可以了 然後成立一樣就就可以了 那1月6號的部分他第一個就是他 他是榮民服務處人員 他拿了榮民的無簪的那個身份證 跟健保卡 然後他去辦了以他名義 然後辦手機跟門號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持有身份證跟健保卡 辦理手機的行為 他持有別人的物品這個行為 就是可以先討論親战症 那這邊會不會成立呢 因為他這邊 是要先論說他是榮民服務處的人員 然後榮民服務處應該是一個行政機構 那這邊應該是論身上六一下 就是會不會構成公務清戰 然後但是 但他這邊他就算他具有公務員身份的 他這邊是不是一個清戰行為 他有沒有以所有人自居 因為他是以代理人身份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事後也把身份證跟健保卡歸還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是不會認為他是有一個 意持有為所有的清戰行為 然後他後來有事後歸還 所以他可能主觀上面也沒有不法所有意圖 所以他這邊的話應該就是都不成立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就是文書最障的部分 那他現在就是他做了好幾個行為 就是他第一個是現在授權書上面簽名 那簽名的部分他就這邊就是 偽造第一個授權書這個文書這樣子 然後簽名的話就是偽造書一樣 然後所以他第二個他又做了一個填寫申請書 然後他在上面也是也是簽了 也是簽了無上的名字 那這個時候他所以他總共做了兩份文件 然後一個是委託書一個是申請書 然後這兩個都是無權製作 那這邊有一個好點就是無權代理 他無權代理而製作文書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一個偽造文書 因為你無權代理的話他其實並不是以本人的 本人的身份你是以代理人的身份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爭議說 那這樣的話我其實就是我們在文書最障的時候 會分就是我們的衛造是所謂的有型衛造 還是無型衛造 那有型衛造跟無型衛造最基本的考點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具有製作權限的人 那無權代理在這裡的爭議就是說 代理人他其實他只是實質上沒有那個權限內容 但他並不是以本人的名義自居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製作沒有做這件事情的權限 但是他並沒有代理本人來做這個意思表示 所以他們就會想說那無權代理他到底是不是 所謂的我們應該要去處罰的有型衛造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想法 那我這邊在第八頁的時候有幫大家已經就是整理完了 那反正目前現在的說法就是說 就實質店員也認為就是應該要去處罰就是無權代理的情況 然後因為他覺得製作人如果是本人 然後他使用就是他假冒本人的名義 然後來行使這個詩文書的時候 他一樣會對於這個 他一樣會對於被假冒的這個本人權利的詩文書或公共信用造成危害 就是大家會以為你是一個有權利的代理人 然後本人就是真的賦予你這個代理權讓你為這個意思表示 所以他還是會造成公共信用的危害 所以他無權代理還是會構成衛造文書 那上學說上見也就是覺得你應該要去看說 我們外觀上面文書所展現出來的那個人 他可不可以去歸屬到那個本人 就是如果這個功能被破壞掉的話 那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會對公共信用造成危害的 那什麼意思呢 所以在無權代理的情況之下 一個無權代理所製作出來的文書 他外觀上面文書所表示出的意思表示 他就是他應該是 因為在這邊的話就是假 他用了吳三的名義 所以整個文書上面表現出來就是吳三 吳三是一個名義人 然後但是製作人 就是代理人跟名義人之間是沒有人格同一性的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就是真的歸屬給他 因為他就是無權代理 所以我們隨著那個法律的權利義務 然後抓到吳三那邊 然後吳三會說沒有這不關我的事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的文書的功能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所謂的有形偽造 好那我們就繼續講 那一樣他也是就是 他後面的行為就是一樣 他就是在申請書上面 他做一個申請書 然後在申請書上簽名 然後再交付 所以他總共做了兩份文件 他就有兩個偽造書押 然後兩個偽造詩文書 然後最後他把委託書跟申請書一起交付給中華電信 那這個時候就是行事 就是一個216 然後他取得手機可以論339 就是取得財務的部分 然後他可能會造成中華電信門是所害 因為他沒有辦法最後 中華電信他交付了那個手機 但是他可能最後那個手機是那個甲拿走了 然後就不是吳三拿走了這樣子 所以他可能會造成中華電信門是有財產上的損害 然後取得門號行為他可能可以論339 二項的詐欺德利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會就是他可能就是真的有負就是 中華電信就是讓他有打這個電話的權利啊 然後真的有幫他就是真的有付出這些電信的成本 但是實際上可能最後沒有人會付錢 因為就是吳三可能會覺得這個就不是我申請的 所以可能會造成中華電信的損害 那這個時候就是所謂詐欺德利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也要論述一下 然後所以最後 最後他 因為剛剛說的甲他是一個公務員嘛 所以甲他全部的這些行為都有134條 就是甲介指數上的機會就是不純正獨子罪 然後故意犯第四章以外之罪的話會加重其刑 那最後就是會有一個禁和 那禁和就是文書罪章最常考的考點 就是因為通常在犯文書罪章最常罪的時候 他都會有很多個行為 那很多個行為應該要怎麼禁和 所以就是第一個是你如果是衛造鼠鴨 然後再來衛造文書的話 通常就是衛造鼠鴨 史物上見你覺得衛造鼠鴨跟衛造文書 他們兩個就是法條禁和 因為衛造鼠鴨是衛造文書的前行為嘛 就是你一定是要先衛造一個鼠鴨之後 你文書才會出現 你那個衛造文書才會出現 所以就是法條禁和 那所以就是210跟217 最後會直接亂210 那最常考的考點就是衛造跟行鴨應該要亂什麼 就是衛造加行鴨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亂行鴨 然後史物見解的說法是行鴨會吸收衛造 所以就是後行為會吸收前行為 所以只論後行為 那就是大家都應該都知道的一個考點是 史物見解在衛造貨幣的時候會有一個不同的見點 就覺得應該是衛造 如果是同時有衛造貨幣跟行駛衛造貨幣的話 應該是高度不法行為要吸收低度不法行為 所以是衛造行為吸收行駛行為 所以會只會論衛造貨幣準 所以這邊就是史物見解在貨幣跟文書的時候的淨和 有兩個不一樣的淨值 大家要記一下 然後接下來是史物見解覺得你如果是衛造 行駛衛造文書加上詐欺的時候應該是想像淨和的關係 然後就是我講義的部分是沒有寫好 所以大家就是以第10頁的行駛加上3394想像淨和這個為準 然後所以就是它就是一個行為 然後侵害處法醫 就是財產法醫跟公共信用法醫這樣子 所以它最後還是就想像淨和 那這個就是文書最章基本上的考點 然後如果有其他考點的話就是 我先翻到大家可以先翻到那個第11頁 第11頁我補充了一些就是文書的考點這樣子 然後首先到底是什麼是文書的定義 然後通說覺得要有三大功能 保證功能、證明功能跟穩固功能 然後穩固功能就是要載題 然後保證功能就是要這個人是誰 然後證明功能就是你能夠證明這個人說的話這樣子 然後像準文書的定義就是220條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準文書現在很多就是大家都會考嘛 就是什麼你在智慧音手機上面的呈現出來的 那可能都是都可能會